在很久很久以前 地球上有着温暖湿润的气候 和茂密繁盛的植被 无数的恐龙在这里自由地繁衍生息 逐渐形成了繁荣热闹的恐龙世界 但是 一位神秘的博士潜入了恐龙世界 他的目的是 所有的恐龙都是属于粉宝宝的 所以你们这次的任务是 马上前往恐龙世界 守护所有恐龙 太棒了 潮兴特工守护恐龙 出发 西西鸡蟹手 西西鸡蟹手 面小屎 煮 本宝宝抓住单爪龙了 不好 本宝宝快来帮忙 有我在 别想逃 博士请放心 我抓猪单爪龙了 本宝宝宝宣布 你是我的了 博士 猪猪虾 你这要喝东西也派没形象了吧 你应该向小笼包学习 这就是你说的形象 有紧急情况 大家赶紧来基地集合 明白 情报显示 和莱博士刚刚抓到了一只单爪龙 放心吧 有我们在 绝对不会让它得逞的 嗯 超新特攻 守护恐龙 小笼包呢 小笼包 囍ku 嗯 哦 哎 啊 哦 啊 员 员 é 员 献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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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它是属于恐龙世界的 不是 猪猪家它们又出现了 本宝宝早有准备 看我的新发明 吸吸机械手 想要单抓龙 追上我再说吧 这里这么大 我们还是叫 潮信特工 从不退缩 冲啊 我们还是呼叫小飞支援吧 好吧 小飞 灰灰博士利用吸吸机械手爬上山壁逃走了 我们爬不上去 你能帮帮我们吗 没问题 吸吸机械手 其实是利用了吸盘的吸力 成而帮助灰灰博士 从山壁直接爬上去 吸盘 吸力 吸盘就像一个柔软的盘子 当吸盘外壁收到挤压时 会排出内部空气 使得吸盘内部大气压强 远远低于外界大气压强 在压力差的作用下 外界大气压就会产生压力 将吸盘压在这片足够光滑的山壁上 这就是吸盘吸力的来源了 哦 哈哈哈哈 好酷啊 远程协助到此结束 你们加油吧 可是我们没有吸盘 该怎么爬上这座岩壁呢 雷龙 有办法了 谢谢你 雷龙先生 我们很快就能回到研究所了 你是不是很勤奋呢 坏坏博士 赶紧把单爪楼放了 可恶 他们是怎么爬上来的 再不放 你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小龙胞 使用甩尾 坏坏赶紧躲开 想跑 没那么容易 坏坏使用吸吸剑 遵命 我是 发射 大家小心 猪猪猪猪 猪猪猪猪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先把单爪龙放走吧 单爪龙 你快离开这里吧 本宝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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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小龙猫 没想到这次竟然还能抓到霸王龙 笨笨 把小龙包带走 要带走小龙包 先过我这关 笨笨 那就先消灭这只烦人的苍蝇 没问题 猪猪侠 你这次是阻止不了我的了 还有你 阿武 以你的力气是根本拔不出来的 你不是已经走了吗 就你弹爪龙这么小 怎么可能拔得掉吗 笨笨 过来把它们统统收拾掉 阿咪 我是 别着急嘛 我们再玩会儿呗 成功了 这 这怎么可能 糟了 老师 星星剑也用完了 这下惨了 笨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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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刚才丹爪龙到底怎么弄开那些吸盘的 小飞说过 吸盘是依靠吸盘内外的大气压力差来吸住物体的 所以只要让吸盘漏气 大气压力差也就没了 这样一来 吸盘就会失去吸力掉下来了 这次多亏了丹爪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点粗 怕散派是很酷 小驴时 给脑力加速 加速 勇敢的小猪 有小放属 不骄傲和满足 这是我独特的天幕 中文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